哈佛加迅一只猫的遭遇 约翰逊先生从床上跳起来 发现昨晚对好的闹钟竟然停了 他一看手表 发现离上班的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 于是便急急忙忙的开车往公司狂奔 一路上为了赶时间 这位部门的经理连床了两个红灯 终于在第三个路口被警察拦了下来 并给他开了罚单 毫无疑问的约翰逊先生还是迟到了 走进办公室 这位经理犹如吃了火药一般 看到桌上放着几封 昨天下班前就应该寄出的信件 生气的把秘书叫进来 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痛骂 秘书被骂得垂头丧气 拿着一大堆信件冲到总服务台 对接待小姐一阵狠批 秘书责怪服务台小姐昨天没有提醒她 总服务台小姐被莫名其妙的一阵骂 弄得心情恶劣之极 便找来清洁工借题发挥 对她的工作没头没脑的斥责一番 清洁工下面没有人可以再骂下去 他只得憋着一肚子的闷气 下班回到家 他见到读小学的儿子正趴在地上看电视 衣服书包临时丢的满地都是 当下逮住机会 便把儿子好好的训斥一顿 儿子电视也看不成了 就愤愤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见到大花猫正盘踞在房门口 儿子一时怒从心起 狠狠地飞起一脚 把花猫踢出三米多远 无故遭殃的花猫心中百思不解 哎呀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坏情绪是一只躲在我们心里的怪兽 有的人善于控制 再怎么逗弄 他都会乖乖地待着 有的人却一味地放纵 烧油触犯 他就会跳起来咆哮 并乱伤无辜 坏情绪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它不是让我们热血沸腾 激情澎湃 而是让一切美好 土崩瓦解 灰飞烟灭 他就会让人的了吧 优优独必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